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年省打造特色旅游产品 促进产业快速发展 首先请观众一起回顾本周要闻 与共中央政局中央税处举行观察落实 与共13届政治局2022年2月10号签发关于 到2030年北部山区和丘陵地区 国防安全和社会经济发展方向和2045年展望和第11号决议的全国性会议 与共中央总书记转步中在会议上发表主旨演讲时明确指出 为了充分挖掘各区域和全国的潜力和优势 除了全国性的主张和争扎 因因地制宜制定贴近各区域的具体情况的主张和争扎 凝聚各级各行各业人民和且有关地区的地位角色和重要性的共识 更新发展思路特别是有关区域和次区域的对接 便充分挖掘区域次区域的潜力和优势 在加快推进区域经济结构调整的基础上 逐步更新增长方式 配动去经济增长率达到或高于全国平均的发展水平 约共中央总书记软富仲 本周与印度总理莫迪通电话 两位领导一致同意进一步增进两国政治呼信 极构层口网接触 促进双方在党政府不会和民间等渠道的交流 促进越南共产党与印度各政治党派的接触 同意指导两国有关机关加强协调配合 有效展开促进双方合作关系的措施 深化双方在国防安全 文化遗产保护 地区和国际舞台上等的合作 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为亚洲和世界和平 稳定和繁荣发展做出贡献 关于东海问题 双方一致同意维护海上和平 稳定 合作与发展环境 关于乌克兰形势 两位领导再次强调尊重国际法的重要性 希望双方促进对话与谈判 尽早结束战争 保障人民安全 因越南外长裴青山的邀请 加拿大外长梅兰尼侨利 从4月13号至14号对越南进行正式访问 访问期间 梅兰尼侨利外长 规见越南政府总理范明正 同越南外长裴青山举行会谈 攀访了太原省 在各场会谈和规见中 越南领导人高度评价 梅兰尼侨利选择越南为他首次 以加拿大外长身份进行正式访问的 两个亚洲国家之一 越南领导人建议双方继续推动 各级代表团互放 尽快恢复双边对话气质 充分利用快带比洋伙伴关系 全面及经过协定带来的机会 为越南商品 特别是农产品和水产品出口 加拿大市场创造有利条件 希望加拿大尽快承认 越南的疫苗护照 梅兰尼侨利表示 加拿大高度重视与越南的关系 愿扩大与越南的合作 特别是经贸合作 13号 越南政府总理范明正 与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 坚持请主席 宿网部通电话 范明正总理在电话中高度赞赏 并希望进一步推动 越南与世界经济论坛 及世界经济论坛成员企业 之间的实质性合作 范明正建议世界经济论坛 继续支持和帮助越南 完善体制建设 转变增长方式 朝着绿色和可持续方向 进行经济结构重组 实施数字化转型 应用科技提高人力资源质量等 同时帮助越南 吸引世界经济论坛成员企业集团的 投资和融资 特别是在高科技 能源 数字化转型和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 宿网部承诺 将继续与越南并行 协助越南有效实现 各项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建议双方签署伴关系协议 为今后开展实质性和有效合作 创建框架 海洋经济不仅是互进国家繁荣 也关系到保护祖国海洋导业主权和安全 因此 尼顺省正在多方发力 助推海洋经济朝着现代化方向全面发展 目前在实施绿色增长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基础上 该省正在重点投资发展渔业 能源 工业和滨海旅游业 宁海县青海乡的陶日定是根据政府第67号决议获得优惠贷款建造新渔船的渔民之一 它的这艘总价值近140月等的复合材料渔船上配备了各种先进的航海设备 有助于提高海产捕捞效益 我们主要在富安省到平顺省的海域展开作业 每年也会赴长沙群岛三到四次进行远洋捕捞 如果丰收的话 年纪收入可达10到20亿月顿 截至目前 林顺省共有渔船2236艘 其中满足参加远洋捕捞标准的渔船778艘 今年该省力争捕捞产量达11.95万吨 其中远洋捕捞占总产量的约70% 与此同时 该省也注重以可持续方式保护海洋资源 本局继大规模宣传2017年水产法的新内容 同时要求船体达15米以上的渔船 必须安装巡航监控设备 这样当他们有侵犯外国海域的迹象时 职能机构就可以及时提醒 林顺省的海岸线长达105公里 具有吸引沿海工业发展投资的有利条件 截至2021年底 该省已经为47个沿海工业项目颁发投资许可证 注册资金总额超过2万亿月顿 正在该省开展的23个旅游项目投资总额 于16万亿月顿 其中6个项目已经竣工投运 为打造宁顺海洋旅游品牌作出贡献 我们希望投资商继续开发宁顺省独特的潜力 推出新的旅游产品 从而提高本省旅游业在地区和世界上的地位 宁顺省力争海洋经济年轻增长率的15%到16% 到2025年占全省生产总值的41%到42% 贵实现这一目标 该省计划开展9组重点任务 动员约61到62万亿月顿来推动能源 沿海工业 渔业 旅游服务和海上运输等 海洋经济行业发展 根据云南农业农村发展部种植局的数据显示 2022年第二季度 南部各省的8种主要果蔬产品约达120万吨 其中东南部地区的产量达24.66万吨 九龙江三角洲地区的产量达94.35万吨 目前南部各省农民正在加大对榴莲芒果 红毛丹 龙眼 幽子 橙子 布罗蜜 香蕉 范荔枝等主要果树的投资生产地度 并形成了一些吉月华生产基地 此外九龙江三角洲地区各省还关注指导农民 错开水果商事季节 农民还有效利用现有经验 并不断提高反季节种植技术 因此反季节的虎龙果 芒果 红毛丹 榴莲 龙眼等 五种果树的产量与蒸季节相比 增长近两倍 农民们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 快速地吸收新制使 主动将新技术采用于生产活动 灌注开展按越南优良农业规范标准的生产模式 因此达到该标准的生产面积 日益增加 其为提高果树的质量 并扩大销售市场方位做出贡献 橡胶粮鞋 又称轮胎粮鞋 一直与湖泊部和越南部队的形象密不可分 关事70多年后 这种颇具历史意义的粮鞋正在以现代和实用的风格 征服了国内外消费者 在今天新闻节目里 请高观众跟随本台记者拜访轮胎鞋王店继承人阮静强 了解他为橡胶粮鞋品牌注入新生机的创业故事 随着生活恢复新常态 阮静强每天都会到轮胎鞋王店 继续他已经坚持了八年的粮鞋生产工作 阮静强从80岁的岳夫范光春那里 学到了橡胶粮鞋制作工艺 并继承了轮胎鞋王的品牌 在此之前 范光春是河内最后一位橡胶粮鞋工匠 我害怕如果我岳父不做了 越南就会失去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行业 所以我一直想方式法改进粮鞋 使其适应现代生活 橡胶粮鞋不仅是胡志明主席的日常转达 也伴随着越南部队走过两次纠国战争 这种原以为只能在照片上或不管理看到的纪念品 如今成为轮胎鞋王品牌的主打产品 以丰富的款式和破具当代感的设计 吸引消费者的眼球 我们努力一方面保持传统的制作工艺 另一方面有效利用废弃轮胎 同时发挥粮鞋在这场社会中的实用价值 一双完全有手工制作的粮鞋 但到了顾客的手上 却必须轻巧如机器加工 才称得上是轮胎鞋王的合格产品 这是胡伯伯经常穿的一种鞋铝 所以拿着这双粮鞋的时候 我感到非常自豪 这种粮鞋款式丰富 而且男女都能穿 我最大的愿望是把橡胶粮鞋 效望更多国家 从而推广越南的历史价值 这样我也能除极自禁 培养下一代工匠 让他们能够真正地靠这份企业来谋生 出自巧江之手的橡胶粮鞋 已承载着历史信息 又具有保护环境的意义 由软禁墙继承和轻心打扎的轮胎粮鞋品牌 也正在日益发展 呈现双万双手工制作的粮鞋 以跟随游客的脚步走遍五周四海 香港市旅游局和市旅游协会 各家旅行社航空公司和各地方联合开展了主题为 享受香港的2022年香港旅游刺激计划 该计划旨在介绍和推广香港市面对疫情迎难而上的形象 让香港市成为国内外游客的理想目的地 过去两年 新冠疫情对世界经济带来严重影响 越南也不例外 目前 全国各地为重新开放所有旅游活动和迎接游客做好准备 为了在新形势下推动旅游活动复苏 经营管理单位既要确保社会经济发展的恢复 又要确保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香港市旅游四级活动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2022年4月7号到5月31号 第二阶段从2022年7月1号到8月15号 目前 香港市对五行山 站足雕刻博物馆 县港博物馆 美术博物馆等景点进行免费对外开放 特别的是 最近刚开通的县港日理山岛高速船 在现行票价基础上实行八折起优惠服务 各位观众 新宁省旅游业潜力巨大 但两年来 因遭受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影响 该省的旅游活动已经遭到了严重冲击 然而从2022年人云春节前至今 由于天气条件良好 疫情基本得到控制 加上旅游四级活动的展开 该省旅游业已经喜见气色 新宁省文化体育旅游厅 听统计数据显示 从2022年人云春节之前至今 新宁省接待游客量达150万人次 其中 黑婆山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观光游览 2022年 若是疫情得到有效控制 新宁省旅游业将继续出台更多措施 以促进旅游业发展 其中与全国各地方加强合作 开阔跨区域旅游线路 以及各条国内外旅游线路 目前我们已为2022年各项旅游促进活动 做出了准备 其中包括与东南部地区各省 尤其是胡志明市紧密配合 开拓跨区域旅游线路 打造具有吸引力的新旅游产品 今后我们将加强与包括东南亚地区在内的 世界各国进行合作 以大力促进本省旅游业发展 在疫情基本得到控制和该省不停地开发 独特旅游产品的情况下 黑婆山乃至西宁省流业 有望不断复苏和发展 2022年初 和平省接待游客量逾10万人士 其中主要是国内游客 国际游客量逾500人士 旅游收入达790月份 和平省已制定了立正2022年 接待游客量达250万人士的目标 其中国际游客量逾5万人士 旅游收入超2.4万亿吨 今后和平省流业将同步灵活地 展开刺激旅游需求的争责 恢复国内旅游 同时为企业推介其产品 并让游客参观 体验当地各类旅游和服务创造机会 这都是和平省在两年受新冠肺炎型的严重影响后 为恢复该省流业所付出的极大努力 今天的新闻已经播送完了 谢谢观众的收看 我们下个节目再会